在今天上午召开的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出一系列重磅举措 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稳定中国经济运行的坚定决心 会后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相关成员表示 报告不提经济增速目标 不代表不重视经济增速或任由经济增速下滑 报告中展现了今年中国稳住经济基本盘 兜住民生底线 实现脱贫目标的决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 对此 报告起草组成员介绍 这是因为中国发展目前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 现在无法准确地判断全年的增速 大致的区间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全球新冠疫情走势的不确定性 那么第二个呢 世界经济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不提目标 但报告起草组成员表示 这不代表不重视经济增速或任由经济增速下滑 因此报告中有一句话 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 面对今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六保 即保居民就业 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 保粮食能源安全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保基层运转 其核心就是稳住经济基本盘 兜住民生底线 实现脱贫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的诸多内容都意在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保 当你面对外部强烈的冲击的时候 那你能稳住正脚 站稳脚跟 不后退 甚至少后退 这本身不是积极的吗 这就是积极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新一众建设 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传统的重大工程建设 这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报告七扫组成员表示 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投向哪里 是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反复研究考量确定的 同时也吸取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新基建 我们从国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民生活要求出发 这是需要的 新型城镇化里边主要的 比如说县城很多地方 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在县城安家落户 适应这个趋势 传统的重大工程 也是需要的 所以两心一众这么一个建设 实际上就是体现了 一种以民生为导向的 支撑内需扩大的 一个重大的一个举措 一个方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还提到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 稳就业 保民生 促消费 拉动市场 稳定增长 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 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报告七扫组成员就介绍 改革开放是过去四十多年 推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 制胜法宝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举措 念的是改革开放的经 用的是改革开放的招 走的是改革开放的路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总台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 你会发展的时间 谢谢观看